昨天下午立法院会 院长韩国瑜因为多名立委 唱名了三次没有道 才是休息 让绿营立委们气炸了 被安排下午首位质询的主委 立委陈婷飞有相当的不满 说韩办表示 院长整天都没有议事以外的安排 重申是被议事人员告知 院长要接见外宾 才改成了下午书面质询 痛批韩国瑜谢泽没有担当 但来营立委也颁出了议事规则回唱 对此公督盟的执行长直言 依照了惯例 过去委员迟到 院长会才是暂停收席 而不是直接剥夺咨询权 会不会觉得 这个韩院长跟媒体讲的不太一样 发草包 带爬树 膝盖走路 15号晚间立法院长韩国瑜 和青年面对面谈从政理念 但几个小时前 立法院还在位直询炒翻天 副院长帮忙还原 哪里有问题 那个都是需要改革的 刚刚院长去看电梯了 强调韩国瑜特别去视察 立院大怒神电梯没有赶下班 因为15号下午 韩院长主持院会 唱名立委都没来 不到十分钟直接才是休息 让绿营痛批没收直询权 被安排首位直询的 立委陈廷飞跟不满 韩半发声明表示 院长表定都在立院 没有议事以外的安排 重申自己是被议事人员 告知韩国瑜要接见外宾 才改成下午书面直询 我没有想到韩国瑜院长这么没有担当 居然要把责任推给一个议事人员 议事厅都有监视器 韩国瑜国民党你们的乱栽章都有记录 但国民党也搬出议事规则回敲 蓝绿炒不停 公督谋执行长直言 韩院长竟然没收总质询不太妥当 韩国瑜虽然态度放软 表示将和三党党边讨论补救方案 但打破惯例按议事规则走 似乎也在宣告韩院长时代来临 这张黎明州台北采访报道